美國總統拜登七號晚上 發表了第二次國情諮詢 表示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侵略 並且重申和中國要競爭 而不是衝突 來看我們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站上講臺之後 先與新任共和黨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握手致意 隨後並表達跨黨派 在合作的意願 一小時又十二分鐘的國情諮詢 主要聚焦在美國製造 以及重建美國工業重鎮的民粹政策 這類言論讓唐納川普領導的共和黨 當年吸走了大批民主黨藍理 階級選民的選票 拜登宣揚當前美國的失業率 正處於半個世紀的最低 通貨膨脹也日漸趨穩 預告下個月將發布新的預算提案 承諾將削減預算赤字兩兆美元 拜登還宣揚了他的乾淨能源創意 並警告氣候變遷是美國的外部威脅 但也承認人將需要石油和天然氣一段時間 拜登還談到了藥物濫用 緊無改革以及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等議題 而在談到中國時拜登重申與中國競爭而不衝突 願與中國合作以促進美國利益並造福世界 但他也提到上週在美國領空發現的中國偵測氣球 指出若中國威脅美國主權將採取行動保護國家 講到激動促拜登一度脫稿 警告中國別讀美國會書 而當拜登談到內政議題時 看法相左的共和黨議員絲毫不掩飾對拜登的不滿 多次大聲回嗆 新國會票選眾議院議長時 強力杯葛當時的眾議院領袖麥卡錫 共和黨極右派勢力自由黨團的女議員葛林 甚至直接起身大喊騙子 拜登演說結束後 共和黨陣營派出了最年輕的州長 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白宮發言人的 阿肯色州州長桑德斯回應 不但拒絕了拜登跨黨派合作的呼籲 還指控拜登在已經是嚴重分裂的國家 挑起文化戰爭 另一方面 共和黨資深參議員羅姆尼 則是被媒體拍到入場時停下腳步 在捏造學經歷的新科眾議員桑托斯 面前悼念的畫面 事後被記者追問 羅姆尼表示 他對桑托斯表示 他不應該出現在一場正中央的位置 如果他有點羞恥心的話 根本不會出現在這個場合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議